6月13日霍斯燕与网友分享了两张他们一家三口的合照 照片中 隆横浮在霍斯燕身上 神奇难过 霍斯燕与杜江两人则陪伴在侧 在其中一张照片中 杜江还举起隆横的一张皮卡丘画作 嘴巴张大成欧自行 做惊讶状 与身旁似乎还沉浸在毕业的悲伤中的隆横 形成鲜明对比 十分搞怪 霍斯燕分享到 今天是一张皮卡丘画作 那是隆横幼儿园的最后一天 面对暑假和即将到来的小学 她说她很难过 舍不得老师 又有点对未来的困惑 网友们看到照片也忍惧不惊 隆横想的比我还多 隆横自己在伤感 爸妈都在笑 哈哈 更多精彩资讯 请关注匠心影视哦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